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你看啊 我这是一个超完整版的表述 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意义 超完整版的表述 就是如果你能把它全部背下来就最好了 如果背不下来 比如说你漏掉了第三点 或者漏掉了第一点 或者漏掉了第五点 问题不是太大 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至于分析题是这样的 一般谈意义啊 谈原因啊 对不对 我让你背十点 结果你只背到了八点 写上去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听懂了吗 有些是要严格按照书上的几点来的 有些只要差不多就行了 像这个就是差不多就行了 什么需要严格的来呢 别急 我们后面讲中特的时候 我告诉你什么需要严格的来 所以 其实这些文字呢 书上其实都是有的 只不过它不像我标为了一二三四五 大家可以用笔记的形式补充也可以 到书上找到相应的文字去画也可以 第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深刻的社会变革 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的制度基础 也为中特创造了重要条件 没有当时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 哪有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今天中特的伟大胜利呢 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第二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极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 极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是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第四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使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 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非常伟大的胜利 中国人多啊 人多有什么好处啊 人多有好处就在于 我们搞什么 什么就很厉害 什么在世界上就会很有影响力 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没有中国人信佛教 佛教不过就是印度的很多 这那的那个教当中的其中一个而已 没什么其实 印度像佛教这样讲其实有很多 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因为中国人信佛教 马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就这么个意思 中国人信佛教不仅是我们信 我们会带动整个大中华文明权 甚至包括韩国 日本 泰国 你像这些个国家 佛教在那些国家的地位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非常非常的 甚至比中国还要搞 就这么个意思啊 所以你看如果没有中国人搞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在世界上的影响没有这么大 苏联倒是很强大 当时很强大 但他人少啊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中国搞社会主义意味着这个世界上 每四个人突然就有一个人进入社会主义了 这是伟大胜利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第五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的成果 它不仅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对的 并且以独创性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 这五点书上其实都有 只不过书上编排的这个顺序啊 可能不像我这么工整12345 它可能某一点埋在某一段某一段里面 或者找半天找不到 所以呢 你可以跟着我这样去记笔记 当然如果你能在书上找到 到书上相应的标12345也是可以的 总之啊 这就是意义 能写五点写五点 能写四点写四点 能写几点写几点 就这么个意思啊 好可以了 就是关于这个我们就讲完了 那么这个讲完了 其实差不多整个第三章 其实就已经讲完了 我们最后做到题 作为它的结束 引导多选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的新民族主义革命 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 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这一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A 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的政治前提和制度技术 不错的书上了原话 B 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伟大的社会变革 不错的书上了原话 C 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时期第二次结合的完成 这就有问题了 我记得这条题好像在史冈当中讲过一样 差不多的题目至少是 同学们 1956年 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确立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以后 我们就应该探索社会主义应该怎么去建设 社会主义应该怎么建设呢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第二次结合 但是呢 这才刚刚开始同学们 能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还远没有完成 听懂我意思吗 我记得当时在江史冈的时候 我跟你们概括过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 第一次 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是毛泽东完成的 成果就叫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是毛泽东开始的 但是毛泽东最后他都未完成 所以社会主义改造 胜利了 完成了 应该是意味着第二次结合 这就快要开始了才对 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而不是完成 他最后他都没有完成 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有同学问老师 那什么才标志着第二次结合开始呢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个知识点 当时有一篇文献叫论十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标志着中国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也就标志着第二次结合的开始 但最后都没有完成 说到这里为止 第一 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主任 不错的 这道题目应该选择A B D 咱想C 不能选 可以了 再往下走 从考点31开始 就进入到第四章核心考案 第四章相关知识的学习了 如果说第三章讲的是49到56 第四章讲的就是56到76 56到76年 这二十年当中 我们有一些事情做的不对就不谈了 做的对的我们称之为成果 而我们第四章他要讲的知识 就是把这几年当中做的对的也就是叫做成果的东西 一一一挪裂 其中大约有50%左右的知识 根实纲也是重复的 但是还有一些新的 在这个问题上 毛中特里讲的更详细 重复的我们就快速过 新的我就重点讲 当然有同学老师 怎么回事啊 怎么听这两节课都跟史纲重复这么多 没错 我们今天的考研政治考纲就是这样 毛中特跟史冈也有很多重复的 但是 差不多快结束了 毛的部分是有很多重复的 再从下节课开始 等我开始讲中特理论的时候 几乎就没有什么重复的了 请注意啊 重复多的也就这两节课 毛泽东思想上下这两节课 好 我们来看看 考点31就是成果1 考点3上就是成果2 考点33就成果3 考点34就是其他成果 总之就是这几年当中 哪些思想观点是对的 就叫成果1 34这样去罗列 听懂的意思没有 这就是第四章的知识点展开的逻辑 我们来看 首先 调动一切基金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 这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来的 这个思想提的对 因此是成果1 《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 明确提出重要考点来了 以书为鉴 独立自主的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独立自主的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是我们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的 你可以说叫原则 可以 可以说叫指导思想 可以 方针呢 不可以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比如说一出一道题 请问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确立以后 我国如何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原则是 选 独立自主 指导思想是 选 独立自主 或者跟独立自主意思相近的那种话 总之就是要自己探索自己的 不能操别人的 不能照搬别人的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问原则可以选这个 问指导思想可以选这个 都可以选独立自主 但是问方针就不能选 为什么呢 那方针是什么呢 别急来了 论实打关系报告中还确定了一个方针 你看到了没有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独立自主 就是说自己搞自己的 自己来探索 自己适合自己情况的 这种思想称之为指导思想 也称为原则 但不能叫方针 方针是什么呢 在这里 努力把党内外 国内外 一切积极因素 直接间接的积极因素 全部调动起来 为社会主义服务 简言之 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就是方针 注意原则 指导思想和方针之间的差别 OK 这个指点 差不多学好了 考点三十二 那就是成果 又一个重点选择的考点 考点 如果说考点三十一 讲的是 论十大关系那篇文章 考点三十二 就是讲的是 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篇文章 史刚当中 是不是也学过 但是 这里更详细 史刚当中 学这篇文章的时候 只有两三条 而这里 非常的详细 几乎把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 全部都挪裂了 我后面好几页PPD 都是讲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翻书的话 你会发现 就这篇文章的内容 差不多挪裂了 一页多块两页 我们来看 这篇文章 下面的内容 就是这篇文章的内容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以后 国内的社会矛盾 和阶级关系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无产阶级就是工人了 跟资产阶级的矛盾 已经基本上都解决了 资本家都没有了 消灭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毛泽东指出 还有没有矛盾呢 还有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社会主义社会 同样也充满着矛盾 同学们把这个字圈起来 充满着把这个字圈到 有声老师 你有病吧 充满了也要圈 难道充满了也是考点吗 同学们 以前我讲课的时候 充满了这三个字 我是不圈的 它确实不算是一个考点 或者它只是一个考点当中 其中的一个表述 其中的一个修士词罢了 以前我是不圈它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从这两年来看 就是我们这个包括上一届 就是近两三届的这个考生 这个口味变得越来越不一样 就是分析研究问题 看知识 学知识的角度变得越来越不一样 就很奇怪 你知道吗 我举个例子 令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有一道题 那个题目里面有个选项 这个选项说 社会主义社会 同样也充满着矛盾 有这么个选项 在我看来 根本不用怀疑 肯定选了 这是对的呀 但是那个同学拎的这道题来问我 他说老师 我没选 我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老师 我同学当中学过 矛盾是无处不在 无实不有 实时有矛盾 处处有矛盾 事实有矛盾 世界万物都充满了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就不能充满矛盾呢 这个好有意思啊 同学们 我都不理解为什么 就是以前 我记得我考研的时候 我身边的同学 几乎没有人注意这个点 包括我教考研证的前几年 也没有人会注意 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而近两三年 还不止一个同学问这种问题 说老师 这种选项我不敢选 我觉得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 但充满了吗 感觉好恶心的样子 同学们 就是充满了 不要胡思乱想 这没有问题的 正是这些矛盾 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 不断的向前进 继续 下面 第一 第二 第三 开始展开这篇文章当中的相关论书 看第一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 基本矛盾的论书 他说 毛泽东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基本矛盾仍然是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听我讲 请注意区分 基本矛盾 和主要矛盾的区别 我在写这两排字的时候 我自己都有一种好熟悉的感觉 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 我当时讲史冈的时候 也是这样写的 就突然好诡异哦 我觉得我好像在哪干过这件事情 我好像写过这个东西 同学们 注意区分 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区别 基本矛盾 任何一种社会 都是一样的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 不管你是什么社会 基本矛盾永远都是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但主要矛盾 不同的社会就不一样 同一个社会 哪怕在不同的阶段 它可能都会不一样 我怎么感觉 这段话我好像也说过呢 是不是在史冈的时候 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我们不管了 如果我说过的话 我们复习一遍 听明白 所以社会主义的社会 基本矛盾 仍然是这两对 往下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是在生产力 生产关系 基本相适应 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 基本相适应 条件下的矛盾 是人民根本利益 一致基础上的矛盾 因此它是非对抗性的 言下之意就是说 无论什么社会 基本矛盾 虽然都是一样的 但性质有所不同 在剥削社会当中 也就是封建社会了 资本主义社会了 在这种剥削社会当中 基本矛盾是对抗性的 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 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和对抗 这种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必须要通过推翻剥削 暴力革命 才能把它解决 听明白 而社会主义社会 虽然基本矛盾 也是这两对 但我们就是非对抗性的 我们不需要暴力革命 不需要那么的 蝙蝠性的 这个推翻国家 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们只需要协调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这个调整调整 协调协调 就可以解决 这叫非对抗性的矛盾 就这个意思了 比如发工资了 对不对 我给他多发了点钱 我给你少发了点钱 结果事实上 他干的事情更少 你干的事情却更多 你心里可能不平衡了 你可能觉得很有抱怨了 你可能觉得很不舒服了 你们就开始产生矛盾了 但是没关系 对不对 我们可以说嘛 有问题可以说嘛 我们可以商量 我们可以调查 可以去了解嘛 没有必要 就因为这个事情 你就要推翻党 推翻政府 推翻国家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的矛盾 虽然也有 但是是比较缓和的 第三 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运动 具有又相适应 又相矛盾的特点 其中相适应是主要的方面 相矛盾是非主要的方面 也就是说我们的矛盾 同一性的一面更大 斗争性的一面更小 不是没有啊 凡是矛盾都有斗争性的 对不对 斗争性是绝对的 我们在哲学里面学过 只不过斗争 我在社会主义社会当中 它的斗争性稍微小一点 统一性和谐性更大一点 是这么个意思 好继续 第二 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确立了 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 已经是 你看看啊 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 同落后的农业国 现实之间的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 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当前经济文化 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 关于这个知识点 史刚里面也有 毛宗特里也有 但不一样 我们以毛宗特为准 史刚说的不全 毛宗特说的更全 听明白我历史们 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啊 如果某个知识 毛宗特跟史刚两方面 说的不一样 都以毛宗特为准 记住我的话啊 不一样的 都以毛宗特为准 好了 同学们 你正在学的是毛泽东说 主要矛盾是什么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 后来邓小平也说了 并跟毛泽东又说的不一样 邓小平说的那个 就是我们从小辈到大的那个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些有矛盾 再后来习近平又说了 去年说的 十九大纲说的 我们的基本矛盾 叫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同步平衡 不充分发展 至今有矛盾 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国情没有变 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但是这三代领导人 却有三种不同的论述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 一二 邓小平是那么说的 就是刚刚那个 习近平是这么说的 就是后来那个 也就是说 同样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三个领导人说的不一样 那谁对呢 都对 怎么办呢 提干中问毛泽东 选毛泽东 问邓小平 选邓小平 问习近平 选习近平 如果不问谁说 那就选习近平 听明白我立志明 如果什么都没说 提干中直接问 请问当前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是OK选习近平 OK 就这么处理 继续往下走 注意啊 这里学的是主要矛盾 刚刚学的是基本矛盾 这学的主要矛盾 继续往下走 第三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 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反映在政治上 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叫敌我矛盾 一种叫人民内部矛盾 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 什么叫敌我矛盾呢 就是人民群众跟那些反抗社会主义革命 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 社会势力和集团的矛盾 这是根本利益对立上的矛盾 因此是对抗性的 也就是中国 我们的矛盾 总体上是非对抗性的 但是就局部来看 也有一些小部分是对抗性的 大部分是非对抗的 听明白 比如敌我矛盾 它就是对抗的 就是我们跟敌人之间 你死我活的矛盾 必须要进行斗争 就这么个意思 毛泽东提醒人们要注意 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转化问题 认为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存在是客观的 但不是固定不变的 在一定条件下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会转化的 也就是说敌我矛盾 你要处理得好 它会转化成人民内部矛盾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比如有一个人原来是我们的敌人 但是后来被我们感化了 他可以变成我们的朋友 就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人民内部矛盾 你要是处理得不好 说不定也会转化为敌我矛盾 就有很多事情本来都是小事 对不对 比如说你想拆迁 对吧 城市拆迁 然后要把当地居民的房子给拆了 拆完了之后 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偿 或者给他们还钱房 对不对 然后让他们搬进洋房里面 去住什么什么之类的 不够的地方政府再补钱 这种事情 我们一做 它就会有矛盾 因为人家老百姓就会觉得 你补得够不够啊 对不对 你拆完了我的房子 补点给我滑不滑的来呀 或者有些占便宜的会觉得 那我不管 你说补这个 我觉得不行 我还想多要一点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矛盾 其实这种矛盾 往往是人民内部矛盾 大家嘛 对不对 这个在这个和平的年代 都想给自己家里面 对不对 多谋取一点物质利益嘛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没有搞好 这就变成你死我活 自焚啊 跳楼啊 对不对 打呀 互相打打杀杀的 就这个意思 就是人民内部矛盾 你要没搞好 说不定会变成敌我矛盾 变得非常激烈 就是这个意思 继续往下走 第四 关于处理两类 不同性质矛盾的 基本方法方针和意义 解决敌我矛盾 用专政方法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用民主的方法 听我讲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总的来说 我们是用民主的方法 但是人民内部矛盾 有方方面面 有很多小的各个细节 这个领域当中的人民内部矛盾 这个领域当中人民内部矛盾 听明白 如你自明 拆开来 我们又有各种各样的小方法 注意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方法 民主 小方法 下面方方面面 给你展开讲 我记得史刚也展开过 但史刚展了四点 毛宗特展了六点 讲的更详实 以毛宗特为准 我再说一遍 我说了一百遍了 毛宗特跟史刚不同之处 皆以毛宗特为准 往下走 对政治思想领域中 我们团结批评团结 在物质利益分配方面 我们 这里哪里啊 这里统筹兼顾 适当安排 继续 对人民群众和政府机关的问题上 我们民主集中制 对科学文化领域 我们百花齐放 百家争民 称之为双百方针 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 我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对民族问题 我们实行民族平等 团结互助 OK 六个方面 每个方面都有它的小原则或方针 听明白吗 总的来讲就叫民族 小的来讲 各有各的原则和方针 就这么个意思了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以毛宗特的为准 当然有同学老师 那既然毛宗特跟史刚冲突 就以毛宗特为准 那我还不如不要学史刚了 我就学毛宗特 同学们 冲突不多 我说的冲突 它不是真的冲突的意思 不是真的好像两边的说法不一致 只是有一边说的更详细 有一边说的更简单 是这个意思 其实它们还是一致的 只不过毛宗特里面 往往会更详细一点 那我们一般以毛宗特为准 是这么个意思 怎么能就不学史刚了呢 史刚是基础 没有史刚 你一个毛宗特 这节课够你讲的了 听东方的意思没有 往下走啊 毛宗 毛泽东强调 不是毛宗特强调 毛泽东强调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我解释过这个问题了 虽然敌人 还有 虽然敌我矛盾 还存在 但已经不是主要的了 我们不要把我们现在的主要时间精力 天天放在抓敌人上面 应该放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面 这个时候是正确的 这个时候 毛泽东老人家的这个所有的思想观念 这个做法都是正确的 继续 这一论断的根本着眼点在于要调动所有积极因素 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把全党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好 那么关于这个矛盾的问题 我们就讲完了 继续往下 考点三四三 就是成果三了 又是个重点选择提考点 叫什么问题呢 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 论述的第一个关系 就是重 轻 浓三者的关系 旁边记句话 做个笔记 重 轻 浓 三者 关系问题 就是所谓的工业化道路问题 你再看一眼考点三四三的大标题 考点三四三大标题叫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什么叫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什么叫工业化道路问题 所谓的工业化道路问题 就是农 轻 重 这三者的关系问题 你先搞哪个 听明报 录录录 就先做哪个再做哪个 怎么一步一步的走过去的问题 就好像当年 我们革命年代的道路问题 什么叫革命年代的道路问题 农村跟城市你先打哪个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我们先打农村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那是革命的道路 所谓的什么叫工业化道路 工业化道路你就是 种 轻 农 先搞哪个 种 轻 农 三者的关系问题 就是工业化道路问题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继续往下走 毛泽东提出了 以农业为基础 工业为制造 来了 答案来了 农 轻 重 怎么搞呢 这样搞 农 轻 重 为 序 看见了没有 农 轻 重 为 序 先农 再轻 再种 以这个为需 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 是我们党探索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一个重要思想 强调正确处理 种 轻 农 三者的关系 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对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具有重要的意义 OK 这个点内容少一点 一下就讲完了 主要是把握农 轻 重 三者的关系 往下走 看一道题 新中国工业化 是在苏联影响下起步的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 是中国共产党初步探索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个重要思想 当时所讲的工业化道路问题 是什么问题 刚刚说过了对不对 农 轻 重 三者的关系问题 应该选这一选项 其他的不是我们的道路问题 应该是重 轻 农 三者的关系问题 继续往下走 考点34 重点选择题考点 其他成果 我说了 33 32 31 分别叫成果1 成果2 主要列了三个成果 一个叫论十大关系 一个叫矛盾 一个叫工业化道路 对不对 那还有没有别的成果呢 五六年到七六年之间 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正确的思想呢 有 但我们不一一展开去列举 而是统称为其他成果 全部打包到一起 统称为叫其他成果 听明白我意思没有 有哪些呢 比如第一 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这个思想 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叫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一个叫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 同学们 这是毛泽东的说法 邓小平说 社会主义分阶段 第一个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然后后面是和社会主义高级阶段 同学们 其实邓小平的说法 跟毛泽东说法 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不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吗 对不对 所谓的到了高级阶段 不就是到了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 虽然意思一样 但如果提干中真的考到这个点 谁说的就一定要选用谁的说法 意思一样的替代说法不能选 如果有一道提问 毛泽东提出 社会主义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A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不能选 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一定要选毛泽东当年的说法 问毛就选毛 问邓就选邓 听懂了没有 往下走 第二 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 当到八大提出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这个我们提过的 关于所有制结构的问题 毛 刘 周 提出了 把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补充的思想 消灭了资本主义 又可以搞一点资本主义 就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当时消灭的自由市场 消灭的私有制 全部都消灭了 但是这个时候发现 百分之百的公有制 好像这个社会运转 好像也不大行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以允许一些小规模的 小商小贩 对不对 我记得我好像曾经给你们举过例子 比如农村有一个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 一个家庭 对不对 家里面养了十字鸡 今天生了一百个蛋 OK 那么我只能吃十个 剩下九十个 允许人家到市场上去 卖一卖交易交易 换一点他们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 所以这叫 把资本主义 当社会主义补充的思想 允许一点点小贩面的市场存在 陈云 这是史刚高度重复的两个考点 对不对 陈云在整个考验证中 只有一个考点 就叫三个主体 三个补充 这个考点 史刚出现一次 毛仲特出现一次 毛仲特讲得更详细 往下 哪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呢 国家和集体经济是主体 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补充 计划生产是主体 计划许可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 国家市场是主体 一定范围自由市场是补充 OK 陈云就这个考点 三个主体 三个补充 继续往下走 四 关于教育和科学 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 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 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 总结 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 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 就是刚刚那些了 成果一成果二成果三 成果四其他成果 就是这些 我们取得了这么多的成果 这些成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 包括革命理论 改造理论 初步探索理论呢 初步探索理论 就是他在五六年到七六年当中提的仍然对的思想 就叫初步探索理论 丰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 是中特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五六到七六年 干得不对的为今天提供了教训 我们不要这么干 但干对了的今天可以继承下来 保留下来 接着干 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毛泽东当时这些探索的理论成果 是后来中特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就是这个意思了 好 同学们 考点三十五 考点三十五开始 三十五三十六 就是第四章的总结了 前面讲的都是探到了哪些东西 三十五三十六总结 探好了的 我们谈点意义 探坏了的 我们谈点教训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我们先来看 考点三十五主要讲的是意义 探好了的 谈意义 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经历了艰辛和曲折 在理论实践上都取得了一些成果 也就是探对了的 探好了的 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 巩固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 二 为开创中特 也就是为我们今天提供的经验 准备和物质基础 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这是探对了的 探意义 那探错了的呢 当年探错了的呢 探错了的虽然我们不学 但我们不能完全藐视 不能完全忽略 不能完全忘记 虽然错哪了 我们今天不学 但是我们谈点经验教训 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好 探错了的 我们谈教训 有六点教训 第一 必须把马克思主义 跟中国实际相结合 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而不能照搬苏联经验 我们当年就搬过 第二 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 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我们当年就忽略了这一点 毛泽东当年建设社会主义 生产力 生产关系 他主要是从哪方面下手 他主要 他最主要的 注重的是生产关系 毛泽东消灭了私有制 消灭了资本家 消灭了剥削者 实现了一大二公公有制 占主体 占绝对的主体 整个中国社会 无论是城市农村 大家吃大锅饭 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 干与不干一个样 人跟人之间人人平等 没有剥削 应该说他在生产力上 不说错了 应该说他在生产关系上 建设社会主义 他做到了 但是问题是他忽略了 生产力的发展 其结果就是 生产力底下 人跟人倒是很平等 但穷的好平等有没有 就我家没有 你家也没有 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我今天没饭吃 你也没有 穷得很平等 所以邓小平后来说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本质 应该是共同富裕 不仅仅应该是人人平等 这么简单 要富得很平等 这才是社会主义 OK 这是我们得出来的教训 第三 必须从实际出发 建设社会主义 规模和速度要与国力相适应 不能急于求成 这里讲的就是浮夸风大跃进 第四 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不能人治要法治 第五 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 和集体领导制度 加强自身党建设 集体领导制度 就中国的事情 再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了 要 我们经常看电视剧 说那个领导班子 大家听说过这个话吧 对不对 像这两 这个我记得去年吧 应该不是 不是今年的去年 像人民的民意 当时在社会上很火 大家可能都看过 你像那部电视剧里面 就经常提到这个词 领导班子 什么叫领导班子 中央不是习近平 一个人说了算的 他有好几个政治局常委 大概七个人 凑的一款 什么事情 举举手 偷偷票 到了每个省 不是省委书记 一个人说了算的 还有像什么省长 省委副书记 纪检委书记 像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 省委秘书长 反正十个人左右 OK 凑成一个领导班子 大家举举手 偷偷票 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这叫集体领导制度 不能再搞一言堂 第六 必须对外开放 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 要借鉴吸收 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国家就是吃闭关 锁国的骨 吃的太多了 清朝锁了三百年 中国建立了之后 基本上处于半封锁的状态 我们差不多对社会主义国家 还是开放的 但是对西方国家 我们一直视为敌对势力 基本上处于半封锁的状态 所以1978年我们改革开放 打开国门 我们才知道自己跟世界落后了多少 就这么个意思 好 这是教训 这是我们从做错的事情当中 得出的教训 可以了 讲完了这一个 第四章就讲完了 第四章讲完了 意味着毛泽东思想就全部讲完了 但是呢 我给大家补充两个知识 这两个知识 在我们书本上没有 但我认为它比较重要 那么这两个知识 我建议大家用笔记本记 或者在书的空摆处记也可以 看啊 总结补充 毛泽东思想啊 毛中特 毛的部分 我们即将接近尾声 快结束了 那么在结束的部分 我给你补充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两个知识 这是第一个 活的灵魂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在哪里提出来的呢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通过的一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落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指出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就是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 我先说一下啊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啊 十一届六中全会 是改革开放以后开的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落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也就是这篇文章是谁的 还是不是毛泽东的 不是 毛泽东都没了 你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是谁的 邓小平的 还记不记得 我在讲史冈的时候跟你说过 毛泽东的文章有很多 但邓小平只有两篇 第一篇你在史冈里面学过 叫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 向前看 另一篇就在这里 邓小平就这两篇文章 这个另一篇就是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落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把它寄到邓小平理论的 把它寄到邓小平的文章里面去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毛泽东的文章寄一大堆 寄完了之后 最后再寄两篇邓小平的文章 就是两篇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以及这个决议 把他们的内容相关 什么都写进去 例如在这篇文章中 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活得灵魂是 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写进去 好 它既然由三组词 每组四个字 构成十二个字 三组 三个一组 OK 那我们就要拆开来 戴帽子 是不是我们惯例 实事求是是 根本思想路线 群众路线是 根本工作路线 独立自主是 根本政治原则 OK 你能把帽子跟内容 对应出这个知识点 你搞定了 题目 问帽子 选内容 问内容 选帽子 一一对应 别选差了 别对差了 就OK了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这个知识点我就讲到这里 知识点讲完了 但我多说一句 你有没有发现 学到现在为止 我们学了好多这种 三个三个一组的 就好多东西都是 三个三个三个一组 三个三个 就是这个知识点都是 它的内容有三个 三个三个 我告诉你 整个毛组当中 这种三个三个一组的 非常非常多 一定会学乱 一定会学到后面 就记不住 记窜了 全部记乱了 比如说 我跟你捋一捋 到现在为止 你学哪些 刚刚一个 活的灵魂 毛泽东思想 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 对不对 前面还有 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 党的建设 前面还有 共产党的三代 优良作风 理论连细时机 密切连续群众 批评与自我批评 前面还有 工农武装割据 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斗产 政权革命 道路的内容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土地革命 武装斗争 根据地建设 上节课讲的 在毛泽东思想 道路理论的部分 有 叫土地革命 武装斗争 根据地建设 这是这个道路的内容 三条 你看到没有 好多这种三个三 这还不够 这后面还有呢 中国特殊社会主义 政治道路的 三大科学要义 不是叫科学 三大科学内涵 党的领导 人民当代做主义 依法治国 我国生态文明理念的 我国生态文明理念的 三个方面 保护自然 顺应自然 尊重自然 你看看 好多 我告诉你 后面有好多这种三个三个 怎么办 笔记本 在笔记本当中 又拿出崭新的一页 我建议大家 像这种容易计创计乱的 全部 什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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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三个一 都三个一 全把它记好 这样就不乱了 说到这里为止 最后 这补充一说完了 补充二 最后一个补充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说罢了 就是评价 第一 毛泽东思想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 他完成了第一次 开启了第二次 但他就是第一次 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第二次他没完成 就不算他的 就这个意思 第二 毛泽东思想是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科学指南 请注意这个词 革命和建设 毛泽东思想是 革命和建设 那中特呢 能不能说 中特理论体系 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科学指南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中特没有革命 只有建设 改革 发展 这都可以 但总的来说 都是建设的意思 听懂了 所以毛有革命 有建设 中特只有建设 听懂了吗 OK 第三 毛泽东思想是 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可以了 把这两个知识点一补充 我们毛泽东思想的 相关内容 彻底结束了 那么 这节课结束 意味着 我们这本大书 学完了 就是 从这堂课 继续往后 我们再也不需要 这本大书了 核心考案 大书的相关知识 我们强化阶段的课程 已经全部讲解完成了 后面还有好几节课 讲中特理论 中特理论 全部用小书 核心考案 真补小册 小书 专题一到专题十 全部都是中特理论 我后面的课程 将把这本小书 从头到尾 给大家讲解一遍 所以很多同学经常总是担心 有什么新教材 有什么新内容 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应对 我说了 选择了跟着我一起学政治 无论是书还是课 我都会为大家负责到底 该补充的补充 该忽略的 该不管的 我会叫你不要管 该管的 我帮你管 管完了 我从课程当中 我会给你整理出来 我来给你讲解 就这么个意思 总之 你不需要再去过分的参与 网络上的任何讨论 只要跟着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我们该学的 一个都不会漏掉 大家放心好了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下节课 请大家手边上 准备好真补小册 我们下节课 继续来学习 综合理论体系的相关知识 有书的拿书 没有真补小册的 赶紧 新浪微博上号 考研政治学套 微博置顶处 下载真补小册的电子版 答应出来 跟书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下节课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